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的心 很多人说 我内心深处 受过很大的伤 别人怎么样也 安慕不了 我的伤口 实际上心经就能安慕 你这个伤口 因为这个心经啊 它本身就是让你想得开 让你能够开悟的 它能够当你念经的时候 你就会如同跟菩萨讲话一样 你就会慢慢的懂得 心实际上它是无碍的 真正的阻碍我们的心 是我们自己的六根六成 是我们自己没有去好好的把这个心安慕好 没有把自己这个心去好好的和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 这个我们说菩萨的这个合在一起 和菩萨的这个真正的修心的这种境界合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呢 就是心不平啊 心不平啊 经常碰到很多事情不开悟 不开心啊 这个心就是不平 其实台长告诉大家 一个人的身心啊 如果能够安静 静止 处于静止的状态 那么经常安静 你的内心就会没有忧愁悲苦 的打扰 所以呢 有时候人要静下来 大家想一想 你们有没有花一天花个半小时到一个小时 坐在那里静静的想 不要想 想什么 脑子空的 实际上这种状态 就是我们说的静止的状态 实际上这种状态 就是一种心平气和 用人间来讲 其实就是我们说 像打坐一样 但是只是我们没有单盘双盘 我们坐在那里 让自己的思维 清静 让我们的心里 能够平静 让我们觉得 人间 一切 已经自动 我们今天平静了 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我们今天一乱 一紧张 一闹腾 就有事情发生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 碰到事情了 才念信经 那么这个时候 你碰到事情的时候 可能鬼神啊 就 就就就盯上你了 这个时候 你在念经的时候 就不如你平时念经了 所以靠平时 才能化解 到时 用时方之少 我们天天要念 心经 坚持 每天念心经 才能开你的智慧 才你断你的恶根